感覺朋友多多 身體也比較健康 我不會出來做激剛東西 如果不舒服就想要來看 但是我激剛做下去 如果不舒服出來這樣 我們來台服務或是來訪問樓 讓獨居樓人 大家說一說 心情就快樂了 創辦人林天發 在民國91年成立的時候 主要是有感於大林鎮 很多台商工廠外移到中國大陸 尤其以製協工程的流失最為嚴重 當中壯年的家庭支柱都搬走之後 社區內就留下孤苦無依的老人家 而且落寞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淩尹滑輕聲 何需要追效 想要從你去走 在家裡出23%的大禅韭 為父友最重 叫嚴重 林天发先从自己的生活圈 找同样退休的健康老人家朋友们 一起当志工 刚开始就八个人到处服务独居老人 像这位今年已经83岁的李秋冷阿嬷 就是林天发教日文班的学生 这天动物节快到了 李秋冷阿嬷为了送粽子给独居老人 自己骑着脚踏车 穿过大林镇的大街小巷 伸手依然矫健的他 悠然地踩踏着飞快的轮子 这一路的驰骋也让他回想起自己的人生岁月 他们家原本是开五金杂货店的 后来老公中风 他为了请全力照顾 把杂货店收起来 无奈其连之后 先生还是不敌避魔走了 留下他一个人孤苦无依 刚开始因为太过悲痛 他把自己封锁在家里 足不出户 渐渐地这个伤心的灵魂也意识到 再这样下去 他会变成一个只能被照顾的无用脑人 于是他决定走出家门 投入社区活动 第一个结缘就是去参加林天发的日文班 没想到因为林天发邀请他当志工 让他从此激荡出生命的火花 儿子 儿子 来了 儿子 来 来 爸长送你 我房子银子要让他竹起来 不用了 这样就叫老叔 这不是一个大公子 给你老幸福 老公家的 好 来 加枝 开枪 你自己怎么摆 不需要摆 陪独居老人聊天 成了李秋朗阿嬷 每天最快乐的事 去每一位都听他们的故事 听他们故人的历史 实在听嘛 听到人 听听的历史也很悲悲 这个聆听的过程 也让他跟老人家们 发展出深厚的姐妹情谊 我都叫他大姐 因为他叫我多少岁 九十几岁到没有 我都叫他大姐 他就说这个烧麦这么好 他现在都没了 他九十几岁了 所以对我就是 因为我们像亲姐妹 我先到那里 我也真的说不出来了 乐于服务的李秋朗阿嬷 情感总是这么丰沛 这也可以从他的作品 看得出来 而他的创作原地 同样来自这个志工站 只见三合照顾关怀中心里 到处摆满了 阿公阿嬷的作品 而且材料都是废物利用 资源回收 这位李秋朗阿嬷笑得开心 但您可知 他在这之前是个重度忧郁症患者 我来这里的时候 时间变得很多 我以前 我的生命是用柚子意识的 你知道吗 我现在可以说 全部几行柚子 我现在有个东西 prze人家 他在家里来 所有的卤物学家 在这一家都要读得 这位脸上总是堆满笑容 亲切交代大小事物的人 就是林天发的女儿林淑蓉 50岁国中老师退休之后 立刻跟着父亲的脚步 投入对大林镇老人的照顾 骑着摩托车 他要去拜访另一个志工 人家可是高龄 94岁呢 刚回来啊 这样不用卡住了 来来来来 你回来啊 老婆没理由 老婆在那里 在那里吗 我们今天要上老婆上老婆上老婆 对 我们志工也有 对啊 你是 对啊 你是我的模范志工 像长者的志工 这位最年长的志工 完全看不出来快要百岁 脚步飞快 移动迅速 身体非常硬朗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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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你啊 来看你啊 感慨喔 我感慨 对 这样喔 我叫你乖 要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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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 对啊 来 这天要拿乖 一转身 又是交代志工的任务 阿公原本是正公所的公务员 后来转开西药房 70岁退休之后 开始学画画 平常除了细心照顾 小他两岁的砍臭之外 更到大龄志工站服务 更多的老人 这又是一个年长者 照顾年纪小的志工案例 充满活力的他 还有一个企鹅博物馆 一回头只见他帮阿嬷 穿裤穿鞋 细心又有耐心 这位俗容姐 原本在大龄国中教国文 与健康教育 平常已经是慈祭的志工 后来每天看到父亲 林天发对老人家的照顾 耳濡目染之下 更决定进一步奉献 才50岁就申请从学校退休 然后完全投入老人志工站的工作 民国97年 当时父亲 已经当了六年照顾站的站长 想要卸任 却苦于无人想接 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时 他义无反顾地出来承担使命 继续把父亲服务老人的志业传承下去 我都很自豪说比起我们的退休 同时我比起他们有意义多了 我觉得我的父母真的是最大的受惠者 所以说我是非常的 来回馈这个社会 不只熟荣老师在回馈 林天妈家族几乎都投入志工的行列 包括他的二弟三弟 年纪也不小了 同样在当志工 加加起来 整个家族有13个人在当志工 而且这个大林志工站 从刚开始只有帮位志工 到现在已经发展到上百位志工 服务160位老人家 这可是一步一脚印的过程 帮助别人 也帮了自己 像是林天发其实是在被判定失智之后 才创办这个关怀照顾据点的 结果他除了成功地让很多老人家们 得以重生之外 他自己更因为必须不断地动脑与肢体活动 也逐渐地从人生的黑洞中攀爬出来 因为脑海中曾经失去的记忆拼图 后来竟然一块一块地慢慢浮现出来了 神经线仿佛被触动打开一样 逐渐地鲜明起来 但在人生丰富的记忆拼图里 却有一块他很想拼 却一直没有拼到的 那就是上大学 创办老人职工站八年后 有一次南华大学举办一个乐林营队 林天发这批快乐的志工都去参加 现场校长和他们讲述了仁锐赵木赫的故事 赵爷爷在高龄95岁的时候去考他们学校的研究所 在98岁的时候取得南华大学哲学硕士的学位 一举打破金氏世界纪录 这个事迹深深触动林天发 内心深处的渴求 潜在意识当中 就像万汤说我没有台课 那时候不敢想 想说哇 那是要讨台课 那是要讨台课 那我们再讨台课 那我们再讨台课 这校长介绍 说我们这里也有 说九十几岁 早末后来说在高雄 活与不足 那人来讨台课 在高雄 那一时早上四五点就坐这位车 来到南华 再来玩校图这一位车